这个就是背负了11条人命的 西安121枪案大案首犯董雷 最初的他还是个心地善良的农民工 是什么导致他变成杀人狂魔的呢 眼看到了年关 董雷和公友们结伴去找装潢公司老板讨薪 可一见面 老板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身边还带了两个保镖 面对公友们的生生控诉 老板还是没有一丝动容 甚至在那抢资多利 那个年代能开公司的 多少都有点背景之称 公友们不敢说话了 就在大家无可奈何之时 人群中的董雷看不下去了 董雷可没有主角光环 枪打出头鸟 董雷被两个保镖 按在地上一顿毒打 公友们一看出事 连忙做鸟受散 生怕牵连到自己身上 只有平时跟董雷有点来往的石头留下来 他找到老板连连恳求 说不要自己拿份工资了 老板才肯放过 石头赶紧把董雷拉走 看着满身世上的董雷 石头不知说什么才好 此时的董雷已经买到了手枪 但因为还没试过 所以不能确定能不能用 本来他是打算后面再动手的 但刚才的事和石头的话 让他有了杀人的欲望 晚上董雷去夜市去找石头 石头正在跟好友黄星喝酒吃肉 这人日后也是他们的一员 董雷没这个钱 只能蹲在一旁默默抽烟 当时的烤肉还是炭烤 锅默的香气 让肉的香味发挥到最大 肉烤得滋滋冒油 董雷的口水疯狂分泌 但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 终于石头吃饱喝足 董雷不紧不慢地说出来的目的 石头不知的 这场戏正是一处杀人大戏 小弟在这啤酒烧烤 大哥一旁蹲着抽烟 小弟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目睹一场杀人大戏 董雷让石头打车 石头震惊极了 今天怎么耍得这么大 但也没多想 他看见辆车就要伤 董雷拦住他 让上第三辆 一上车 石头就问董雷到底要看什么戏 董雷卖个关子 表示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石头嫌得无聊 跟司机聊几了天 没想这一聊坏事了 司机好奇问了句 你们俩是干嘛的 石头不想透露农民工的身份 就说是做生意的 结果司机开始阴阳怪气 司机的话 瞬间激起了董雷的不满 之前那些被欺负的种种 集二连三在脑子里回放 如果说之前的自己 还是个任人欺辱的对象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有一把六四枪 司机告诉两人 前面已经没有戏院 是个剑材市场 董雷没有应声 车一开到巷子 董雷先下来假装付钱 然后拿出枪 对准了司机脑门 非常不巧 正好被另一名司机看到 那名司机报了案 警察立刻赶往案发现场 从现场的两枚弹壳判断 凶手用的是六四式手枪 具体是不是丢失的那把 还有待检验 警察又通过驾驶证 找到了死者弟弟 弟弟得知哥哥遇难后 气愤异常 一口咬电视仇杀 据他所说 他哥是单位的保卫科科长 因为客进职手 得罪了很多人 哥哥一般很少出车 有雇佣的司机 但司机今天正好请假 这也是命吧 为了尽快破案 警察凌晨五点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死者没有被抢 说明不是冲着钱去 再结合死者弟弟的说辞 初步判断是报复杀人 案发现场的那个巷子 很不好找 可见案反对西安非常熟悉 大概率是个本地人 这是鉴定结果出来 凶器就是民警丢的那把枪 大家一下警惕起来 丢失的枪里 一共有五发子弹 现在用掉了两发 还有三发 凶手很有可能会继续炸人 警察立刻把121盗枪案 和1216枪杀案进行并案 合称121盗枪杀人案 现在最要紧的是 找到那个见过案犯的司机 自从亲眼目睹董雷杀人 石头彻底沦为了脚地 又是锤被捏腿 又是烧火煎药 生怕大哥一个不高兴 给自己也为力花生米 董雷哪会不知道石头的心思 他提前告知石头 想跟着自己也可以 但提前说明 自己一没钱 二不会享受 可得做好三天饿九顿的打算 石头连连表示 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 石头还给董雷 引荐了另一个小弟 就是彭家居 失散在西安的孪生弟弟 黄兴 董雷本来并不享受 他喜欢单干 但黄兴已经不请自来 石头让黄兴先在外面等着 他去禀告大哥 可大哥直接下了逐客令 话还没说完 黄兴就走了进来 不愧是居哥的孪生弟弟 就是有魄力 黄兴非常会说话 一上来 就对董雷一顿夸 石头已经跟我介绍你 你不计能干 担子也整 兄弟一直想跟一个 嫌疑这样的人 干点争死 所以今天来拜放一下你 石头 你最长的份 石头架坏了 生怕自己被灭口 赶紧给董雷一顿推荐 说这黄兴机灵的狠 非常靠得住 而且是本地人 对西安地情很熟 黄兴一看 赶紧上去给大佬发言 董雷勉强将其收下 警察还在寻找 目睹强契案的报案司机 北林分局 发现新线索 张家村星空娱乐城 老板透露 前天晚上 有人持枪 威胁杀人 那天来了个客人要按摩 结果按摩师傅 光顾着跟其他人 骗宣传 客人等不住了 推促按摩师傅 没想按摩师傅 仗着人高马大 把客人揍了一顿 谁也没想到 客人直接从柜子里 掏出个枪 按摩师傅一下怂了 连忙跪地求饶 还只度拿出钱赔偿 客人本不想原谅 还是别人好说歹说 发现这人的枪 并不是警察丢的那把 六四式手枪 而是用发令枪 改制的资质枪 不过好歹人没白抓 这人是河北的一名通袭犯 西安警方立即移交 河北警方处理 警察继续寻找线索 经过调查 他们来到了枪技 目击证人的家里 但不小证人不在 屋里只有一名老人 警察又找到目击者的侄女 得知那人此时 正在县城给人开车 得到这一情罢后 警察迅速赶往证人的单位 浑暗的房间内 汉匪董雷带着小弟 煞血为盟 忽有刘冠章桃源协议 经由西安汉匪 称兄道弟 摆完靶子 两小弟就想给大哥进球 可大哥憋屈的喝不下 他还惦记着 那个欺负他们的小老板 不仅不给人接工资 还把他打了一顿 石头看不过去了 石头建议董雷先躲躲 等风声过去了 先回西安 把小老板拿下 董雷觉得是个好处意 由于没有下酒菜 黄欣就想让董雷 讲讲杀人故事下酒 董雷十分谦虚 董雷吃了粒花生米 开始讲述自己的传奇 他第一回搞事 还不是杀一个人 直接杀了个哥俩 当时他刚满吃吧 为了替嫁人分担 就去山西的黄河边上 酒水吧 结果因为水土不服 浑身起了红疙瘩 老板看他光吃饭 不干活就要撵他走 董雷连忙苦苦哀求 保证会有工钱 第一要费 可老板害怕他死在工地 一口回绝了 正好老板第二天 要去太原 就带了董雷一块走 水城墙等到了黄河渡口 又让董雷自己回陕西 董雷的怒火 一下压抑不住了 趁两人不注意 先将身强力壮的弟弟 蹬下黄河 还没等故事讲完 门外突然响起锦铃声 直到黄欣立马出去查看 幸好只是个路过的 两人都吓了一跳 酒也醒了 董雷让他们把心放宽 然后继续讲解往事 他把弟弟蹬下河后 哥哥吓得撒腿就跑 董雷不知哪来的力气 三两下就追上了 哥哥一看跑不过 赶紧拿出大金戒指和大金链子 可董雷只想要他的命 最后哥哥被掐死 抛尸河中 董雷办事从来不看钱 但现在成了大哥 必须要为兄弟考虑 黄欣建议可以和魏正海一样 搞他个一二十万 自从董雷杀了出租车司机 发出的警察们就再没嫁机 他们走访了很多地方 问了很多人 但现左手的可怜 目前为止 只知道凶手是一高一低 高个儿穿着黑棉袄 低个儿穿着牛仔衣 不过已经排除了赵雷的嫌疑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证明 案发当天 赵雷在办公室偷东西 这是另一个司机提供线索 他的延安室友胡杰曾放话 自己和出租车杀人犯是发小 警察立刻连夜赶往陕北弥址 但一个没留神 让胡杰跑进了山里 为了抓到胡杰 警察们走在了必经之路上 董雷杀人的画面 把小伙下出了心理阴影 导致他见了警察就跑 小伙够能跑的 足足跑了几条街才被抓到 张鸿卫 还不知道咋你吗 我也不知道你是公安局 我还以为是心安 我来报仇 张鸿卫告诉警察 那天晚上 他把车开到巷子准备放水 结果还没开门 就听见了枪声 强声震而欲聋 等看清楚时 差点没把他吓死 一个满脸是斜的男人 冲他走了过来 张鸿卫吓得赶紧发动汽车 可由于太紧张 半天都打不着火 没办法 张鸿卫只能下车跑路 一直跑到个杂货店 才停下来 并报了警 等平静下来 张鸿卫想起 老板的车还落在那里 因为没钱赔偿 只能冒着风险回去取车 今好匪徒已经走了 举他回忆 凶手又两个 车是红色的下力 可以看出 小伙的确是被吓残了 但他还是想起了 一点凶手的样子 拿枪的那个 个子比较高 眼睛很大 旁边还有个矮个子的 小伙碰到这事时 才17岁 刚拿驾照不到一个月 发生这事后 他感觉当出租车司机 太过危险 就直接把工作辞了 同时另一队警察 从死者家属这 获得了一些情况 死者妻子告诉警察 丈夫当保卫科长时 得罪过一个总工的儿子 那儿子进劳教所后 就扬言要报复 而几年初就被放出来了 正当警察走时 辞职弟弟又透露 哥哥还得罪过一个小姐 小姐坐车不给钱 他哥就打了小姐 一个大耳瓜子 结果小姐找了黑道的 过来找事 目前嫌疑人又多了一个 于是警察并分两路 一部分去查 总工的儿子赵雷 另一部分 去歌厅找小姐 但查案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顺利 由于赵雷异常叛逆 不听管教 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了 老父亲也不知道 他的情况 警察又去了 和赵雷关系比较好的 舅爷家 可舅爷表示 他也两个多月没见人了 让去找赵雷的 胡奔狗友肥子 在去找肥子的路上 俩行警还顺手 处理了一起打架 抖欧事件 但这一处理耽误了时间 到地方时 人刚走 警察没办法 只能在楼下手术带兔 这一等 就从白天等到了晚上 警察实在熬不住了 想去小麦布买包烟 没想被骂了回去 两人在这苦苦守候 赵雷和肥子二人 正在和平路的 几个幸运社复兴 死急作案 女孩刚取完钱 就被俩混混把包抢了 女孩边喊边跑 眼看两个混混越跑越远 一大堆热心群众站了出来 97年那会儿 人们都非常纯朴 没有什么碰瓷讹人 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 两个小混混很快被壮汉们制服 民警不用出动 就收获了两个小贼 他们不知道 是其中一人 就是前段时间震惊全城 121枪案的犯罪嫌疑人赵雷 抓捕赵雷的两个民警 已经在他家门口 动了一晚上 此时刚吃上口热乎的 连口水他没喝 因为石块太大 老板找不开 赵雷还在派出所 撒破耍无赖 张口闭口说自己没有抢劫 民警拿他没办法 只能将其暂时关押到这 可这货人不老实 一等夜幕降临 他看值班民警睡着 就赶紧叫醒小伙伴 使了个颜色 准备把民警的钥匙偷出来 两人供着腰 敲敲向门口靠近 然后摸向民警 摇紧的钥匙 终于成功拿到 拽钥匙掉了 民警被惊醒 两人赶紧窜回原位 民警一位有事 赶紧起身查看 可看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出去撒尿了 两人一看正是好机会 迅速拿走地上的钥匙 天刚蒙蒙亮 派出所所长发现人丢了 带出小警察就是一顿P 然后将其当场开除 刚出龙的妃子非常得瑟 跟赵雷告别后 去准备回家吃饭 没想被楼下的刑警 带个正着 妃子开始 还想反抗 但一听 这是西安公安八处的 就立满年了 赵雷人 这赵雷跑这谁 人家或者赞你 很快 赵雷在火车站被捕 他从小投机莫狗惯了 进警察局跟踹门一样 早就连了一身 反审讯的能力 按他是怎么做妖的 这是97年 西安小寨饮食街 在他犯董雷 正在喝两个小弟吃泡膜 突然他眼神一灵 前面是蒸脚的人 撕毁其眼熟 自己回想一下 这不就是欺负过 他的霍车司机吗 那是他第一次进城 司机本来答应 烧他一程 结果因为他没烟 就把他扔在了路边 这件事 董雷一直记恒在心里 现在他有枪了 报仇的机会来了 或是司机吃完了 提上酒和同伴离开 董雷顾不上吃饭 叫上小弟就走 他们跟着两人 一直来到 同川驻西安办事处 董雷进去蹲点查看 院里都是些大货车 司机们正在招揽 回程生意 董雷想到个点子 但动手前 他必须回去准备点东西 枪杀出租车司机的案子 警察还在继续调查 他们查到了一个 跟死者有休克的小姐 小姐在一次扫黄节奏中 被送进了收容所 一听人死了 直接向他花枝乱颤 直言自己 只是找黑社会恐吓一下 没有让他们杀人 再说 他也不是大款 又没跟我争情人 我杀他干嘛呀 干我们这行的 吃亏的 还不总是我们 客人不给钱 还说我们服务不好 还打我们 我们都忍了 还敢杀谁呀 汉小姐不想说谎 警察就让他交代出 那俩黑道的体貌特征 没想一听 这个目击证人 描述到杀人犯一样 警察立刻赶到五厅 这俩人名义上是看场子的 实际是趁着混乱专门讹诈客人的 看有人喝酒闹事 就上去讹一把 当时治安环境不好 黑道肠狂 客人也不敢惹事 只能出难院大头 给了两人一人五千 俩人讹完钱走了 警察赶紧后面跟上 一直跟到一处名缠 没想两人早早就关灯睡觉了 刑警敏锐的察觉 俩人睡这么早 一定是想趁后半夜干点什么事 果然一到后半夜 两人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警察赶紧继续跟上 等警察赶到时 那俩人正在排护人家的后墙 眼看就要得手 警察大喝一声 吓得一人没站稳 直接从房上掉了下去 最后结果是 一人被抓 一人被送进了医院 警察便审问 便让强击案的目击证人 进行辨认 可小伙看了看 表示并不是这个人 案件再次陷入谜团 与此同时 董雷已经给枪上满了子弹 警察丢的手枪 落到坏人手里会怎样 董雷团伙准备对第二个人下手 这次的目标 是之前欺负过他的货车司机 董雷假装要去护线拉水泥 成不拧又目标上钩 为了不会暴露 他打算把那个跟车的小伙子 也一定干掉 车开到一半 警察找地方吃饭 董雷为让司机放送警惕 霍天荒地给买了好酒好烟 让他最后一顿吃饱上路 不一方万一 董雷还问司机记不记得自己 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 司机压根就没想起来 管顾着往嘴里送饭 真是够讽刺的 当年他搭顺分车 司机看他没烟就把他赶了下去 今天看他有钱了 又变得这么客气 那他就让司机一次性筹个扣 车子继续行驶 董雷一上车 就开始琢磨在哪儿降手最好 突然石头着急忙慌地让司机停车 说自己要几个大便 司机赶紧把车停在路边 就这样 两人趁机解决掉司机和跟车小伙 然后再围造成意外交通事故 先发现的是护线的群众 警察及时赶了过来 因为山沟太深 警察还得吊着神次下去 这块掉下去的远警画面 是当时事件的真实记录影像 可以见得 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 办案是多么的艰辛 过了好一会儿 警察终于下去 可发现这区并不是一级 普通的交通事故 车中两具尸体的头部 都有非常明显的弹动 显然是一起蓄影谋杀 护线警方立马和西安警方取得联系 因为这已经是第二级枪西安 而且前后发生的时间间隔很短 所以上面非常重视 主管行政的八处处长穆文修 也亲自来到了这里 护线警警队长给牧处长汇报 卡车没有机械性故障 驾驶室内没有不斗痕迹 和喷剑型血迹 更找不到弹壳弹头 说明车离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再根据车子在追勾前 没有进行紧急制动 所以死者很可能在追勾前就遇害了 法医也当场进行了解剖 根据尸体体表 和为黎未消化的稀饭和油条来看 死者最后预算 距离死亡时间大概一个多小时 因为附近没有什么足迹 所以牧处长猜测 第一案发现场应该是在沟上面 而且去这里并不远 他们能顺利找到吗 小混混看了眼远处的水壶 迅速将开水浇到自己身上 他这么做 全是为了逃脱审问 小混混是西安121枪案的嫌疑人 可就在他被送往医院的期间 过现又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件 为了迷惑警方视线 凶手还把现场围造成一起交通事故 现场看来 可以基本断定小混混不是凶手 可他那么做又为了什么呢 虽然案件铺着迷离 但好在还有一个目击证人 这是个十分勤劳的姨 上午他去山里时柴火 结果看见两人抬着一个人 上了一辆蓝色卡车 开始他还以为 这台病人去治病却没管 直到现在出事了 他觉得不对劲 但可惜的是 因为离得太远 大姨并没有看清两人的长相 光知道两人一高一矮 矮子脖子上还背了个黑皮包 有了大姨的指引 警察成功找到第一案发现场 经过仔细的勘察 警察迅速发现了一滩血迹 和两枚弹壳 还有几处大小便痕迹 警察遇到公路边的食品摊子询问 把老板表示 什么也记不清了 幸好在驾驶舱 发现了死者的驾驶证 和一个同川办事处的发票 死者的身份这才揭晓 现场发现的那两枚弹口 和之前的枪杀案一样 都出自民警丢的那把六四式手枪 于是警察将这三起案件再次并案 警察还从现场的大便纸上 发现了死者的工作单位 这两人都是延安人 而且都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 肯定是有什么问题 警察从死者皮包里 还发现了同川 驻西安办事处的戴章单和住宿单 于是那里成了他们的下一个搜索目标 更重要的是 本来枪里只有五发子弹 可算到现在 凶手已经用掉了六发 看来他是有购买子弹的渠道 总结完所有献课后 牧处长开始给大家分配任务 首先调查一下 第一名受害者和这两名死者之间的联系 其次去同川办事处进行调查 那里人员密集 很可能就是凶手的藏身之地 再有就是去延安看看 调查一下死者的社会背景 最后再去查一下 那个用开水烫上自己的男孩 虽然现在可以排除他枪击案的嫌疑 但不能排除他盗枪案的嫌疑 为了更快地弄清事实真相 警察立刻在同川驻西安办事处 设立了调查总指挥部 并且调查了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货车司机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什么 为了抓枪案嫌疑人 警察蹲在路边大扣蝶面 突然远处10辆蓝色解放卡车 警察赶紧给伙伴招手 队长出来一看 为了抓住嫌疑人 警察连夜从西安开到陕北 这才是上第一顿饭 可刚缩了一口 真正的嫌犯就来了 警察立马上车就追 幸好警车麻利大 没一会儿就追上了 嫌疑人一看不好 立马骑车逃跑 可他哪是警察的对手 让所有人都失望的是 他们又摆跑了一次 这个人根本不认识枪案犯 他之所以说和人家是发小 就是为了吹牛 经过查明 这个人确实跟枪击案无关 但也有意外折祸 估计长期和同伙倒车 大大小小一共偷了27辆 累计下来有180万 还除掉这些 警察就只剩下一个线索了 就是当时在案发现场 捡到的一张大便纸 纸是信纸 抬头是西安福华钢厂 警察要来信纸进行比对 果真一模一样 老头告诉他 厂领导很扣 管控办公用品很严 只有个别部门能用这个纸 但那些部门大多为女性和老头 没有符合嫌疑犯特征的 不过可能会有人偷偷撕个一两招 那天没去上班的有两人 一个叫周和 一个叫黄欣 周和回去照顾生病老母了 黄欣是个临时工 烧过炉的 平时住在厂里 最喜欢的就是赌博和玩女人 老心经立马秀出了不对劲 来宿舍一看 还正从褥子下 找到了一把匕首 抽屉里有一个7500的存折 和一大堆女人的照片 初步调查完 他们觉得两人都比较有嫌疑 可进一步调查后 发现周和并没有作案时间 现在所有的嫌疑 全落在黄欣头上 因为丢降的地区 属联湖分局官 联湖分局立马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他们把所有有嫌疑和暴力倾向的 都列为了重点 那几个见过董雷的货车司机 也在公安局居住了下来 方便随时辨认嫌疑犯 可前后看了四五波 没发现一个似的 专案组只能继续调查黄欣 他们从那堆女娃照片里 随即选了一张 还真就中了奖 这女娃已经有三月生孕 但黄欣已经联系不上了 女娃告诉警察她被聘了 他们是在酒吧认识的 黄欣自称西北大学毕业 开始在省劳动厅当干部 后来下海挣了钱 开了家钢铁厂 女娃一时心动就从了 可等跟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那货金是个烧锅炉的 女娃后悔极了 照片也记得撕了 警察两忙从垃圾桶剪出照片 就在他们愁着要怎么找人时 女娃的胡机响了 是黄欣 警察立马打起精神 到了约定地方 现场有几个人在骂家 警察看了会热闹 就错过了关键 等他们呼唤神来 宋职的男孩已经跑没影了 警察只能继续在钢厂蹲舍 突然保机那边传来消息 1月15号晚 有一个司机头部中枪 案犯气质打跑 和121撬案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这凶手比白宝山还凶狠 明明是强杀案 圈弄得现场血流神河 西安专案组成员也赶到了保机 他们想看看这案件是否能和 121撬案并案 可结果令人非常失望 从现场找到的弹科来看 并不是出自同一把手枪 他们不知道 真正的案犯此时就在保机 三人一点没意识到 警察就是冲他们来的 他们已经在保机躲了好一阵了 因为实在觉得有件无聊 于是就踏上了回西安的旅程 他们决定这次回去 再返个大案 这时刘刚突然接到上面电话 大罪长没有明说 只让他们火速返回 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警察一到就被那个秘密惊呆了 有群众反映 强杀出租车司机的是两个警察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 但种种线索都指向这个结论 群众反映 那两人当晚去酒吧喝酒 等喝多了就开始赖单 不禁乱砸东西 还把桌子提翻了 说自己是苗圃派出所 过来执行姑姑的 喝个烂酒都不行 酒保机体兼职 那两人就拿出手枪威胁 还说要用手枪抵押 更要命的是 两人喝完酒回去的方向 正是安发地建材市场附近 为了尽快搞清楚原油 为警察证明 专案组成员立刻来到了那个酒吧 服务员小姐告诉他们 那两人总共喝了三瓶王朝 最后剩了一点 还打包带走了 警察拿黄信的照片给服务员看 服务员有些想不起来 觉得有些像又有些不像 问林班 林班则说 因为光线探案 并没有看见两人长相 小个子操着河南口音 会闪其话 大个子一直不说话 另外两人 还全程晾了警官证 两人还带了警察 却事故发生的桌子跟前一看 确实有摔打过的痕迹 如果真是这样 那凶手是警察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于是他们又去了苗布派出所 所长一听 立马表示绝不可能 一般来说 警察执行公务是不可以喝酒的 就算喝酒 他们锁得干警 也没有撒酒疯的人 装放各这一词 到底事情是真是假呢 杀人犯们正在吃火锅 看着窗外呼吸而过的警车 小弟开启了装逼模式 董雷看了眼小弟 直接掏出豆里的香 有这么玩的吗 石头露出了炒粉的微笑 黄金立马蔫了 从上次杀人到现在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三人商量后决定 继续回西安作案 他们在这儿潇洒快活 警察忙得焦头烂额 上一个嫌疑人还没抓到 下一个嫌疑人就出现了 更要命的是 这次的嫌犯还是两个警察 他们立刻赶到事发酒吧 据这里的服务员交代 那俩人不仅喝酒不给钱 还发疯砸东西 甚至掏出枪威胁 林班告诉他们 那俩人还亮出了警官证 就是附近苗圃派出所的 他们又去了苗圃派出所 所长一听表示坚决不可能 因为那天晚上 他们正好有个全体的行动 除了一个请假的 体育人都去了 双方各知一词 专案组只能继续寻找证人 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名吃瓜群众 这群众是个老板 讲话非常有逻辑 他稍作回响了一下 就把当晚的过程 复述了一遍 还表示自己的眼是神眼 清楚记得那两人的长相 警察赶紧把照片给他看 他立马否认 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 警察把人带去了 苗圃派出所指认 八处隶属公安局 主管行政 地方的派出所都十分配合 为了派查嫌疑人 署长直接把所有民警的枪都扣下 但老板看完照片 发现没一颗对得上的 这就奇了怪了 警察仔细分析 八台女领班和木记者的话 发现领班的说辞 和举他两人相差有加大 于是就去传唤领班 但等到了发现 领班已经一周没来上班了 警察又去领班家里找 可女人一听是警察 立马关上了门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挑了半天门终于开了 可女人表示男人没在 警察可不信他的话 果然没一会儿 就在衣柜发现了男人 经过询问 领班承认自己说了狭话 他故意陷害警察 全身因为之前 警察去店里扫房 影响了他生意 紧紧气的就想给他一锤 但领班告诉他们 警察是假的 可事情经过是真的 那俩人确实带着箱 其中一个人他认识 叫老水 警察立马赶到 老水所在地区的派出所 可能是太久没办案 副所长激动地表示 要亲自带他们抓人 可等到了地方发现 正好拐一步 男人是个惯犯 经常用这样的手段来搞嫌 看着司机那点微薄的现金 很是嫌弃 男人让司机再回去拿 可八住的警警 已经追上来了 男人吓得赶紧去跑 你还别说 这看着飙肥体壮 好得还准快 警察看时在追不上 便明昌示意 男人瞬间腿软 背道在地区 男人外号叫老水 就是那个在酒吧 持枪赖单的 但他表示自己没有杀人 枪也不在他这 在他的同伙马三那里 这马三还是个背负着人命 在逃到重要案犯 为了保险起见 行警专门挑白天去抓 正是他们这种人 睡大觉的时候 抓到马三时 马三告诉孟主惊醒 很快就被制服 行警从他的抽屉里 搜到了那把手枪 马三交代 这枪是真强 但是打不响 因为这里面没有撞针 后来他们找了车工高手 撞了个撞针 他还是打不响 所以他们只能用来 吓唬吓唬人 子弹也卖了 警察立马警惕起来 这子弹很有可能 就是被121枪案 那伙人买走的 据马三提供 那个董强 并帮他们买子弹的 是江湖上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潮亮 人称小曹操 在电子城那边居住 警察立马赶了过去 过去的时候 潮亮正在收保护费 经过初审 潮亮交代 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倒卖 人正倒卖子弹的 是东郊霍国村的老潘 那老汉近年七十多 参加过抗美援朝 后来葬了逃兵 平时爱耍香 但南边有人 不但倒卖子弹 连手榴弹也该倒卖 好家伙 主要是问出来了 那121案子 可能就水落石出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潘因为私藏和倒卖相知 被西安烟塔分局逮捕了 而且重病在床 不能说话 幸好派出所民警 知道这些情况 那次老潘照常在鬼市摆摊 忽然来了个戴口罩的小伙 老潘看他在跟前赚了半天 就知道是想要想货 最后两人以25元一发 500元20发的价格成交 因为小伙子始终没有开口 所以不知道是哪里人 子弹的线索到此中断 这边黄欣穷得实在没钱 就上街转悠 看有没有什么机遇 这两个逃犯正在街上晃悠 忽然看来辆运钞车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压车的还是老熟人 本来只是随意聊聊 和聊着聊着 两人去洗了歹意 从保安的嘴里得知 这个运钞车 每天能运送20万现金 这可不是发了 两人立马去跟大哥商量 黄欣告诉俩人 那郭东以前是个吸毒的 虽然半年没见 但这玩意儿 只要粘上就戒不掉 就算转正 那工资也根本不够他吸 可董雷十分谨慎 他先让黄欣先去探探口分 顺便默默银行的作息 本来黄欣没这抢银行的打算 可跟着董雷实在是过得艰辛 那天他想把宿舍的 7500块存折拿出来 但宿舍已经被警方监控了 信号是他把他拉了回去 说着董雷讲起了 自己在钱上 在跟头的经历 当时他在田径打工 一个工人想给人下药 但是没胆就让他去 他觉得下药是女人的事 去建议工头杀人 工头同意了 并承诺事成后给他两万 可等他把人杀了 工头却跑了 一年后 董雷听说工头在河南 就去找人 没想一下子就被警察拿了 听了大哥的经历 小弟再次佩服的无敌投地 看来以后 还是得听大哥的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次运钞车 就是他们的奇遇 为了和郭东套近乎 黄鑫带人 却开原商城玩游戏机 没想被前女友看见了 更要命的是 前女友就是和警察来抓他的 可能是黄鑫魅力太大 女人看着看着 就心软了 最后放了黄鑫一马 但还是忍不住落泪 警察看到后感觉不太对劲 立马上去询问 这时黄鑫也发现了前女友 看旁边一个陌生男人 也觉得不太对劲 赶紧离开 警察无功而返 但就在把女人送回去的时候 女人又后悔了 看女人半天不进屋 警察害怕他出事 便回去询问 女人就说出了刚才的事 警察一听 连忙开车去追 甚至叫来了武警增援 何人已经找不到了 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 女人供出了黄鑫的朋友 郭东 郭东此时 正配合董雷他们 准备抢银行 满嘴顺口溜 你想考研啊 看董雷如此心狠 两个小弟面面相去 三人吃好分好 准备第二天去抢运钞车 三人分工有序 董雷带着石头 蹲在银行旁四季动手 黄鑫则在门口等待朋友 因为他和王安认识 这样不容易一起怀疑 运钞车终于来了 三人心情无比激动 马上就要成为富人了 车子一停 董雷立马从兜里 掏出手墙 夹在嘎吱窝底下 黄鑫则去跟郭东 假装聊天 董雷和石头 一步步逼近 就在要动手的时候 巡逻警车开了过来 原来 公安局局长 猜到他们要作案 提前加强了 西安各银行的防范 这下可难受了 黄鑫只能装作 没事人一样 照常聊天 此时他们还没有放弃 三人一起 跟着郭东走了进去 可正走着 警察突然叫住了他 就是警察一转身 往外走 幸亏有黄鑫打掩护 董雷赶紧往外溜 三步并两步 翻过渣篮就跑 警察也查就出不对劲 可跟上去后 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此时他们还没 把抢银行的事告诉郭东 郭东一脸懵 问黄鑫到底咋回事 黄鑫糊弄几句 就找了个借口溜了 这次行动一失败告终 民警立刻把今天的行动 汇报上去 西安公安局 立马展开了 全市的大规模搜捕 八出的牧书长 也赶到了这里 同派出所民警口中特知 那会儿寻踪诡异的人 和银行的保安认识 警察立马严审保安 此时受复行动 已经持续了十多个小时 收获真是不少 查获出重大案件九起 一般案件三十多起 抓了五十多米嫌疑人 但就是没发现董雷他们 因为董雷他们 早就设计好了逃跑路线 等警察赶到郭东住处时 郭东也已经回了老家 警察又继续追踪 郭东的老家在话音 这下人总算是抓到了 郭东也不至少好怂 除了自己吸毒外 还一直在奋毒 就算没参与这件事 也得被判刑 警察劝他坦白从宽 郭东进不住拷问 直接把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说曾经见过黄兴 烧血衣 挨出黄兴 现在在家二类集电公司干活 可等警察赶到公司 发现这又是个假消息 郭东又透露 黄兴有个朋友叫石头 这可怎么找 是真名还是外号 还说不准呢 很快春节到了 警察们还在查案 正月初五的时候 汉中公安局传来消息 说找到两个叫石头的 可编认完 发现都不是 警察只能继续大规模搜查 真正的石头 此时和董雷去了上海 因为抢劫运钞车失败 西安的三名匪徒 跑到了上海 看着这种跑在地下的火车 三人感到一阵兴起 本来是过来躲风头的 没想警察也来到了上海 上海公安机关 给陕西警方发来传真 上海一家外贸建材公司 发生抢劫案 劫匪在抢劫的时候 顺手拿受害者的手机 往西安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叫白熊 在省厅汽球场工作 另一个案件也与西安有关 一个宾馆保安腿部中了一枪 案犯身份证显示 正是西安 总和勤护两地 几个案件的特征 专案组发现 似乎有并案的可能 121强案 似乎有了峰回路转的机会 他们先抓到白熊 但白熊却否认 急过上海的电话 在关押了两天后 白熊又开口交代了 说电话是好友石胜利打来的 石胜利那人非常可怜 从小没爸没妈 爷爷奶奶也不管 他看胜利可怜 就提供了很多帮助 石胜利知恩突破 当时打电话 就是想问他要不要杀 白熊不想毁了他 就隐瞒了警察 可到了今天这地步 不得不交代 白熊告诉警察 石胜利回了老家同川 警察立即去同川抓人 第二个案件也有了进展 当时案犯逃走时 在房间里留了很多东西 发现他们早在三天前 就订了回西安的火车票 警察立马联系 中途车站安徽的警方 列车员表示 拨了南京站人就不见了 幸好又在一流物评里 发现了一张名片 名片是一家 安装公司总清理的 总经理表示 自己人是案犯中的一人 叫裴东海 还是他表弟介绍的 因为裴东海很有钱 表弟就想巴结 据总经理提供 表弟和裴东海 此时正在今次年代 夜总会看美女表演 现在需要再购置些弹药 等再干个大的 大伙把钱一分一起走 到时候再去云南买些枪 一人弄一把 看小弟又去跳棒 大哥十分生气 另一个小弟吓了一跳 没想这俩人这么狠 就借着出去吃烤肉 给兄弟通风报信 找到黄欣时 他正在舞厅 楼上美女跳舞 石头记得跟十二一样 那货还半天舍不得放开 石头干净把他拉到一边 石头告诉黄欣 自从汪强嫁入 董雷的疑心就越来越大 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而且汪强为人生猛 实则要出事 西安应该是待不成了 他让黄欣先离开 找个好去处 自己日后再去投奔 黄欣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毕竟一开始 他就跟着董雷 但他这人胆子小 只要有威胁生命的事 他必须选择报名 于是当即决定 去北京投靠表哥 石头让黄欣走是对的 因为现在不仅董雷要杀他 警察也在到处找他 黄欣早就暴露了 他女朋友也把他供了出去 为了找到黄欣 警察一直守在女孩跟前 还不断让女孩 给黄欣打传呼 这些传呼黄欣都收到了 但他不敢回 他知道现在是什么处境 但同时也十分纠结 因为他对这女娃动了真情 马上就要走了 黄欣忍不住 去了女娃工作的地方 可门已经关了 传呼再次打来 黄欣犹豫万分 最后还是没接 第二天一大早 趁着所有人睡着 黄欣受试好行李 来到了西安火车站 没一会儿 董雷也醒了 一起来就察觉出不得进 董雷一说 黄墙也醒了 两人脸忙下船 一阵翻着 发现黄欣的行李 已经不见了 董雷面色看着阴沉 石头心里十分忐忑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董雷坐了过来 好家伙 一下就猜到了黄欣的行踪 石头的心都悬起来了 只见董雷掏出了手枪 上了堂 与此同时 黄欣还是放不下女友 他来到火车站的报庭 给女友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但这也给警察 暴露了他的行踪 杀人犯拿着枪来到火车站 准备杀掉自己的脚地 与此同时 警察也得到消息 飞快赶到了这里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么大个火车站 硬是让人给逃了 目标人物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黑白两道顶上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 他开始上去检票 虽然警察没见过他 但带来了他的女友 董雷一伙也进了火车厅 警察来的人多 他们平分两路 一会儿去后车厅找 一会儿来到黄欣去过的电话亭 进行确认 经过老板指认 刚才打电话的就是黄欣 后车厅里人员嘈杂 想要从这么多人里 找出一个实属困难 而且还不能打草惊蛇 为了迅快找到案犯 警察又叫来了支援 可还没等着一会儿 火车就进站了 这下难度可大大提升 虽然赶不上春运 可旅客的数量还是特别多 再加上大家都怕赶不上车 全都提着经理大步奔跑 当时检票 还不是实名制和刷脸进站 非常容易就可以混进去 董雷一行和警察他们 也全都跟着旅客进了站 这时黄欣已经到了站台 两拨人紧随行后 一到地方 就开始挨着和每个车窗进行查找 幸好这辆车的直发站 喜安 停留时间还能长点 可他们还是半天都没找到人 这时广播响了 火车鸣笛缓缓击动 黄欣成功套脱 董雷和警察他们 只能站在那里目送火车离开 有意思的是 杀人犯和警察两拨人 此时相距还不到十米 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们曾经和杀人犯擦肩而过 黄欣逃了 警察只能从汪强那把自制枪上找线索 他们找到了专家对那把枪进行解剖 不久就锁定了要搜查的地方 可还没到那里 就被大堵车堵在了半道上 而董雷则立即转移居住地 同时还吸纳了一名新伙伴 刘大头加入 刘大头是汪强介绍来的 这家伙也是个狠人 一来就给董雷提供了下一个作案目标 那人是他老婆工厂的老板 十分有钱 听说一条皮带就值两千刀 连皮带扣都是镀金的 广车就有两辆 一辆重庆长安面包 一辆高档小胶车 这次行动有点复杂 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场子地址在徐家湾 属于三部管地界 动起手来比较安全 但那兄弟俩是个硬核桃 有些不太好对付 这趟是个硬活 于是董雷决定 先去小斋街吃一顿 边吃边说 杀人犯带着小弟吃泡膜 突然 虽然是杀人犯 可董雷最剑谱的 底层人民被欺负 于是就跟老板说情 听小话说 这老板不仅打人 而且三个月工资都没结 原因是老打碎碗 董雷看小伙可怜 就把自己的钱套了出来 吃完饭 董雷继续研究 下一步抢劫杀人计划 伙计追了上来 还递给他一部手机 董雷吓了一跳 看来这小伙 已经摸过自己的包 折不除掉是不行了 可他们现在 还有大事要干 在刘大头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目标人物 服装加工厂老板 张二毛的厂子 为了更好的彩点 他们假扮成货商 老板还以为是真的 全程亲自陪同 热情介绍 出来时 汪强看到张二毛的车 忍不住发出感慨 踩完点 他们找到刘大头 一起回屋商议 一进去 石头就抱怨屋子像狗窝 汪强却告诉他 这样的屋子才更安全 一开始 他们是想在张二毛家里动手 可奈何强高门厚 根本下不了手 这是刘大头灵机一动 张二毛是和哥哥合伙开的场 他们想绑了弟弟威胁哥哥 可石头担心 万一对方不给钱 汪强则表示 可以先切几个手指头过去 一时间 紫人议论纷纷 都拿不定主意 最后 雷哥发话 不愧是老大 主意又好与狠 紫人立即决定 按照大哥说得来 至于张二毛 就在他包养的女人身上下手 为了摸起女人的具体体制 和两人见面时间 董雷让汪强和石头 对张二毛进行反复耿松 一开门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跟踪他的杀人犯 听到动静 因为不想听见声音 三人就去楼下等待 男人的捷报车就停在外面 车非常美 可他们的大哥每次都不让动 所以一直穷得叮当小 为了更好的监视 石头让刘大头 把旧吃摊摆到小区 刘大头有些担心 最终刘大头把修之摊 摆在了张二毛情人的楼下 蹲了几天后 终于摸清了两人的见面规律 每天下午6点40分 张二毛就会来见情人 几乎分秒不差 这边警察排查了一个又一个嫌疑人 可全都是与121恰案无关 经验纷纷的牧处长分析 案犯前几次作案 中间都是间隔了20天左右 现在据上次作案 刚好过了半个月 最近很可能会有大案发生 为此全市公安取消休假 加大排查力度 阻止案犯犯罪 可董雷丝毫不受影响 他准备今天就行动 但临时他又改变了计划 决定甩掉刘大头 在半路上动手 光强一些不理解 他觉得刘大头还算可靠 可董雷告诉他们 刘大头的老婆在张二毛厂里干活 万一出事 势必会牵连他们 两人觉得非常有道理 张二毛又准备会情人了 董雷他们提前在场外等待 看人一出来 立马跟了上去 开车头中 张二毛发现 后面一直有辆出租在跟他 可是并没有在意 等车行之一半时 董雷他们立即下车 拨通了张二毛的电话 张二毛一听 也不会情人了 吊转车头就往回走 正开着 突然看见前面的公路上 出现了三个人 三个杀人犯冲上公路 拦下了这辆解放 董雷抓住男人 就往车上塞 不得不说 这好车开起来就是爽 如果这次成了 那他们可就发了 单车刚开到一半 木槽就破碎了 前面竟然有辆警车 在排查车辆 看着警察越来越近 男人突然挣脱大喊 董雷一枪把人砸运 然后下车就跑 光强他们紧随其后 警察等看到男人后 才反应过来 虽然不知道那几人 就是摇二摇枪案的 真正案犯 但还是上报给了市区中心 中心下令 立即进行大规模搜捕 一时间 全西安市的看守所 人满为患 各自行动 市公安局抓获了 大批赛逃人员 捣毁毒卧两个 补偿十一个 黄色录像放一点四处 解救管门妇女六人 可就是没抓到董雷他们 1998年3月16日晚10点 西安市公安局接到通报 美国总统克林顿 将于6月1日访华 并到达西安 因为见面会是开放时 在南门广场举行 所以公安部要求西安 必须强化治安 猝破枪案 西安市刘平局长 立即召开 科所长已上到联席会议 现在所有的破案关键 就是晕过去的张二毛 警察看人醒了 赶紧拿手下的照片 让他看 张二毛确认 就这把枪 可看到案犯模拟像时 表示上面的几个都不像 他这模拟像一直都是错的 好在枪案中有了进展 突然张二毛又响起一处关键 当时他被劫持时 开车的人说了句 再过两分钟 就把你脚惊挑了 据当时的路程分歧 劫匪的据点 很可能在御乡门 专案组立即对御乡门一带 提供摸牌 这一摸就摸到了重要情报线索 有人提供 在光明大院六排七号楼 有三个外地人 曾在这里居住 发生绑架事件后就跑了 经过搜查 警察搜出一把自制手枪 和两盒火药 黄涂描述 其中两人一高一低 正和枪案案犯一样 3月17日上午 又有出租车司机家属 发现这纯粹是个乌龙 这三人是正经人 司机和他婆娘吵架 不接电话 女人就以为 他男人被劫持了 警察队俩人进行了批评教训 同时对误抓的三人进行道歉 并将其送到甘肃平良 而董雷经过这一遭 准备不久 就携小弟离开西安 董雷害怕兜里的墙被发现 切得就给伙计一顿踢 突然查站住正在巡警路过这里 董雷连马逃走 老板惊呆了 警察也立马跑出去追 董雷此时加大活力 一路风驰电车 虽然警察不知道董雷是枪案犯 但携带枪支 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警方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捕 董雷跑了很久 发现哪里都有警车 于是跑上了一辆去佛平的大巴 何等看到窗外一辆见辆的警车时 还是觉得回到住所安全 一进屋 董雷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两个小弟不明所以面面相讯 检哥和雷子面对面碰上 董雷告诉小弟 本来自己都准备留了 突然想起不能撂下兄弟 就又回来了 小弟们无比感动 那原来不愿意为钱撒人 现在夜边 我准备跟喜爱的雷子较量一下 看他们能不能带住 董雷去是为了找马小宝 他怀疑马小宝出卖了他 之前也去工地找过 工地的人表示 马小宝他们早就不在这干了 于是董雷只能去其他地方查找 一决后患 没想这个举动 无意中给警察指了条路 警察立即决定寻找马小宝 并对这几个街区进行排查 正找着无意间撞现了之前见过的赵雷 这货已经沦落到给别人洗碗 三月份的西安寒风刺骨 赵雷却穿得十分单薄 看着这些把他送进去的警察 赵雷十分嫌弃 问啥都不理 就在要走的时候 刘刚大队长心软 给了他一百块钱 赵雷瞬间感动万分 他快步追上 赵雷告诉警察 盗枪贼就是马小宝 不过那小子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但他认识马小宝的朋友 马小宝 警察们立马行动 这个一本正经 搞笑的人 掌握着西安 一二一千案的重要线索 可不管警察怎么审问 他就是满嘴爬火车 审讯足足持续了一夜 交伙还是一个字都没套路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审讯经验丰富的大罪长刘刚 想了个主意 让两个警员唱一出戏 这场呢是一出红白脸 白脸的刚发完火 唱红脸的警员就赶紧上场 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 突如其来的温暖 让小伙一下绷不住了 终于挤压膏式的开头 他逛出偷枪的就是马小宝 卖枪的叫黄小杰 真名董雷 这人还会武功 为了保证行动顺利 警察专门派去了侦察兵抓捕 马小营又逛出和马小宝 一起卖枪的辫子 此时辫子因为盗窃彩店 正被关在城关看守所 开始警察一直没找到他 后来根据和他一块偷东西的人 才摸到了这里 但这种人一般不会透露真名 看老警警是怎么一眼识别的 就这样辫子暴露了 警察又根据他找到了 马小宝的哥哥马乌沙 马乌沙戏毒贩毒 此时正在戒毒所来着 马乌沙开始非常慌 以为要给自己喂花生米 得知光石问话后 留着大鼻涕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别看董雷很 可他一直有一个大恩人叫陈青 董雷刚来西安时 受到了陈青的帮助 他就一直记在心里 以后不管自己多穷 都会不定期 托人给陈青烧东西和钱 线索一环套着一环 警察很快查到了刘大头头上 刘大头非常怂 稍微一被吓唬就全交代了 董雷很快也得知这一消息 得知同伙刘大头被抓 董雷立马决定去武汉逼一逼 可小弟石头沉不住气 于是董雷决定 扔下石头 带着汪强去武汉 这边警察已经从犯人嘴里 奔出了董雷的住处 立即带上全局兵力 实施抓捕 未不打扫金蛇 还是摸黑行动 可此时董雷已经跑了 只抓到了正在睡觉的石头 西安121枪案竹犯之一 顺利落网 开始石头还非常讲义气 不愿意交代 可看到被带进来的刘大头后 开始动摇了 看着当前的局面 石头自知罪则难逃 在最后一秒跪地求饶 把一切都交代了 石头深吸一口气 告诉警察 董雷这人心非常黑 甚至连他都想啥 他已经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终于投靠黄欣 他告诉警察 董雷和汪强已经去了武汉 警察立马派人去北京和武汉 对其余几人进行抓捕 刘大头又补充 董雷在武汉的亲戚叫夏卫明 随着这么多事情的发生 董雷也开始对人生有了些感悟 这年头 青龙厉害互相呆 主委里面一定要相信 咱撒人 没有点绝对根本不行 一不做错 后悔就来不及了 应该黄血吧 这总共太难发准 干不成大算 石头人 这家伙最甜心狠 出处能算计人 又太难钱 不能和他合作长久 就是你 不复杂 能干大算 哪个人什么样 他也都分得清楚 一转下来 就汪强比较靠得住 但现在他们还不方便动手 毕竟武汉人生地不熟 但几天后 汪强发现了一件新鲜事 他看见一个习盖到银行去了 本以为是换烂钱 没想人家是去存钱 还存了一万八 汪强劝雷哥 干一行爱一行 和董雷总觉得最近一些心慌 还提醒汪强 不要老往处跑 董雷的感觉非常准 黄欣马小宝均已落网 警察业已确认了他的住处 为了抓住董雷 武汉警方专门出动了特警部队 对整个区域进行了全方位监控 董雷刚买好明天一早 去成都的火车票 这是他今天的最后一顿饭 看着汪强喝酒 他突然也想整两口 一夜过去 就在他们睡意朦胧的时候 警察突然破门而入 这个先后 强杀了11个人的西安汉匪 终于被抓获 他 调杀了 他 调杀了 处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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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